這他多個血要怎麼玩 他多個血那我只能搶他先 經典做事不考慮隊友 經典做事不考慮後果,不考慮隊友 他多個血 穩一點嗎 血量GPU 他多個血不好拉扯,他移速快就不好打 沒事 他沒踢 他敢E他就死了 騙觀眾是吧,沒有啊 確實 開始折磨了 是不好打耶 只是他不給我機會 Q2中了肯定套點火了 套點火捅一刀就死了 好 這有點行 咱们紧到别的阵子,行吗 刚刚就没升6 我曾经抵抗虚空 有的鞋不好打诶,卧槽 有的鞋不好打诶 有的鞋特别不好打 给他约 有的鞋 找死 可以吧这波 极度冷静 这铁男就应该直接R5,他想省个大,结果就两个一起死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想升职步 没事,但是被你明哥给他做掉了 哎哟,怎么回去了 怎么没回去呢 这铁男有眼 回不去 回不去没事 这里不一定打不过,我有大 他黏住Q,他大刚没交吗,我以为他大交过了 他大没交吗 坏了 坏了呀,他大招没交,我以为他刚才他交大了 650 这有点伤 他没交大 因为他刚刚他毒了个大然后被我Q死了 我以为那里他算是已经交了 1Q必中 给他预判到了,他要是没Q到的话 他死了,他Q到我死了 他刚刚这里交了呀,他是开大的过程中被我Q死了 小问题 他踢出来了 这把可以先做黑切 这就不好打他 树子怪,不好打他 这怎么抓呀 他没Q到那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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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算打来帮我 他那里我过不去 太远 真的肉 这波我必杀他 我一定要试 因为这波我杀了 就舒服了 回家黑切干什么 这是你逼我的 你逼我先出黑切的 打他压根就不需要隐磨刀 你直接整个TP他就炸,整个黑切他就爆炸了 没想到吧我会裸这个 他营速很快 我就问你爽不爽 先出黑切他顶不住 这阵容可以出黑切的,他们近战很多 他们这把 基本上等于五个近战 因为哲力他虽然是个远程,但是他 攻击射程比较短 相当于五个近战 近战多你出黑切性价比就很高了 不用先做科学,做科学你打不动 科学他是个 他是个回血装 你打他你缺的不是回血,缺的是伤害 甚至我觉得如果 这样打他会缺伤 218这么痛 哇操,这就是数值怪 他妈闪剑我打不过他,我11级打不过他9级 这就是数值怪 太狠了 9级打11级4级,而且他是小剑打打我城中 我3100,4200,4200的装备打不过他,4200加多少,4500 我4500打不过他 1900 打不过我4000多打不过他2000 这没办法 铁南走我也可以 他闪现把我的三分球躲了 这个 有点了就能杀他 等下一波 扛台没办法,被拖回去 而且我刚刚是把他的甲都给破了 我黑切破了他很多甲 这波都不知道出不出来 去看一下他 他有可能在这里蹲了 找到就给他杀了 我的意识还是可以 还好我这我没回去了 不然错过一波机会 主播只是为了和我们说520 4.0 明榜 怎么了 铁皮刀枪不住 火枪和钢 提起人过来 我好像死了 应该往这里走 他好像往哪里走都死了 没可血 有可血还能反抗一下 2321 就一个星虫2321 那么痛 黑切从现在开始就走下坡路 从现在开始我就Q不到人 我只能做冰刀 你不做黑切你又打不动 你不是带闪圣点的啊 你不是带 TP点的啊 这位是黑切 我从这里走下坡路 周团 之后 Hajdi 中瑳 林 确实不带闪剑魔有的时候会很难操作 哇这有点搞得有点不明白,我又不太想带点燃又不太想带TP 这可怎么办呢,我又不能两个同时拥有 好难受呀 我想 那难道我要带启风的秘籍吗,那又缺伤害 这鱼和熊掌就真不能见得了 太难受了 哇,我大招才刚好 太容易被秀了 没冰刀太容易被秀了,但是我又不能裸冰刀打铁蓝 裸冰刀打铁蓝没有生命值,没有那个的 这没办法呀 躲队有技能 不是躲队有技能 我这里开大灭加移速 好难打呀兄弟 躲这个是不是会好一点 算了,这个坐这个 一样 一样 吓了 他那个罩子罩不到我,罩不罩得到我都死了 罩到我也死了 罩到那个盾 那船长Q一下我就死了 没什么区别 今晚有点卡 技能都是很棒的出来 他减速减这么多 啊 我摁错了 我摁低的摁到F5去了 哎哟我操 又不能打断 我这船长B死了我A了两个桶了 哎哟操你妈的烦死了 要不还是不带点燃跟传送了吧,那么好容易按错呀我操 还行还行队友打赢 本来这船长B死了我就装备打了 我套个点火他就死了,他都准备跑了 我放个TP他直接回头了 这感觉没冰到还是不行 传送这东西就应该放弃吗 带闪现敌人其实很不健康 你不带闪现又有点 咳 folk 主要现在这个游戏环境跟以前不一样 神话装备的英雄都跑得太快了 我带闪现四种一被修 他会减了15 他会减了15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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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还行 哇操 TP点燃 给我整尴尬了 我带着TP反而节奏起来的还没那么快 我不想带闪现点燃了 带闪现点燃杀人确实简单但是好玩起来好烦 闪现传送会 少很多伤害 怎么打呢